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TISO自动化学习课堂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西门子PLC与布金电极的定位控制 在上一期视频中,给大家介绍的是布金驱动器的结构以及与PLC的界线 同时呢,也介绍到布金驱动器的细分和电流的设置 那么这节课开始,我们就来学习PLC程序的编写 对于200Smart的PLC来讲,在编写这种定位控制程序的过程中呢 首先要做的是对运动向导的阻态和配置 所以在这节课呢,我们会有两个知识点来进行学习 第一个知识点是介绍200Smart PLC的运动控制向导是如何进行阻态的 第二个知识点是阻态完了之后,如何用运动调试面板来进行调试 第一个知识点是叫运动向导主态以配置 它是跟我们的程序设计有关的 第二个知识点呢,是我们运动调节面板的应用 我们做好了这一个运动向导的主态以后呢,并不值得去写程序 我们需要先使用运动调节面板去做一些测试 第一个可以测试我们的接线是否是正常 第二个测试我们所配置的线位信号等等是不是有配反 所以我们要用到运动调节面板 那么运动向导的主态以配置到底怎么去主态 里面要配置哪些东西呢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内容 那么在介绍这个运动向导主态配置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引用一个案例,因为我们要结合这个案例的方式来给大家呢做主态和配置 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 假设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四杠滑台 我们通过布军电机的拖动 那么其实跟我们现在所使用的DEMO是一模一样的 布军电机的话呢带动了我们的四杠 然后让这个四杠呢进行弦转 这个时候呢四杠的逻辑呢是两个毫米 两个毫米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布军电机转一圈 它能够移动两个毫米的距离 布军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呢 这里写的是800个脉冲 这个脉冲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启动器上面进行设置 比如说我这里呢可以不用800个 我用1600个脉冲 我把它设置为1600个脉冲 换句话讲 就是我的PLC把1600个脉冲到达了我这个布军启动器以后 我布军启动器呢会驱动我这个电机呢旋转一圈 那么电机旋转一圈呢带动我的四杠呢 就移动两个毫米的距离 那么现在呢要求电机呢以8毫米每秒的速度 从沿点往正方向移动80个毫米 到达了以后呢停止三秒以后 用10毫米每秒的速度回到沿点 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正反转的运动 就控制我们的布军电机进行一个正反转的移动 那也在我们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呢 其实就是一些重复的单点往复运动控制了 比如说巨蟹手抓东西 它跑到这个位置抓完 然后上来回来 跑过去再抓 抓了以后再回来 那么这个抓东西的动作相当于我们这里就是以三秒内去完成一样 我们做一个原始把这个动作给去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按下停止按钮的话呢 停止运行 再一次按下启动按钮的话呢 以停止前的方式进行运行 下面呢有一个模型图 当然这个模型图的话呢 它有三个感应信号点 上线位下线位 然后呢加上沿点信号 那么至于这个地址是多少 我们要看实际接的 并不一定就是i0.2 i0.3 i0.4 假设我现在接入到我们的 飘息上面 这几个点被别的地方占用了 可能我接的就是另外的点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要以实际的为准 然后我们的从原点到A点的位置 这个距离呢 刚好就是80毫米 注意 现在来讲的话呢 意味着就是告诉大家 往电极移动的方向称之为正方向 假设 等一下我们配的时候就要去注意了 往电极的方向是正方向 到80毫米 因为我们原点在这里 A点是我们要移动的位置 它是80个毫米 它没有写负80个毫米 它写的是80个毫米 意味着这边就是正方向 如果它向负方向移动80个毫米 那就可以说是负的80毫米 那么就在左边 那么我们据于这样的一个 例子的背景 我们来进行一个主态 和后续的程序的编写 那么怎么去主态呢 我们在打开编程软件以后呢 在它的公寄菜单里面 它会有一个向导 我们可以选择运动的选项 然后呢 主态一个运动控制的向导 主态完运动控制向导以后呢 会生成对应的程序 最后我们可以调用这些程序 来进行程序的编写 当然这些程序呢 是指程序 我们也可以认为 它是一相应的一些指令 那么对于这个运动向导 怎么来用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 通过软件的演示 来给大家进行介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进行主态 首先呢 我们需要选择我们对应的CPU 跟我们的实际的CPU呢 进行连接起来 比如说我把这个CPU连接起来 那并不是说没有连接CPU 就不能够主态 同样是可以主态的 那我们先把这个CPU连起来 这一点我需要强谈啊 并不是说没有连PLC 就不能够去配置运动向导了 也可以 那我选择工具的菜单 然后选择运动 选择运动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轴灵 注意轴灵和周一 就是我刚刚在第一课时 给大家讲到的 如果我们选择轴灵 那我们的接线呢 就固定了脉冲是Q0.0 方向是Q0.2 如果选择轴一呢 那么就是Q0.1的脉冲 Q0.7的方向 如果你一个PLC 它需要带两个步进电机 那我们两个轴都要进行应用起来 那对于200Smart的PLC ST20的PLC 最多能带两个轴 但是对于ST30 ST40 它就不止两个轴了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下一步 你可以给这个轴呢 进行命名 那我把它命名为演示轴 就是我们做这个史超演示的轴 然后下一步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需要选择测量系统 测量系统呢 有工程单位和相对脉冲进行选择 那么这个到底怎么去选呢 按照我们的示例要求 在这里 它的移动的距离是毫米为单位 速度是以多少毫米为单位 它并不是以多少脉冲个数为距离 以多少的频率为速度 所以这种来讲 我们所选择的时候 要选择的是工程单位 如果你选择相对脉冲 那就没有别的设置了 我们要选择工程单位 工程单位指定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指定下面一些参数 首先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 那么假设1600个脉冲 这一个是跟我的实际的电机 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来匹配的 也就是说跟我们的布局7中7上面 设置的电机转一圈 需要多少个脉冲进行匹配 那测量系统的单位呢 是毫米 转一圈所移动的距离呢 是两个毫米 注意这个地方 那如果我们有减速比的情况下 也是一样的注意 你要电机转一圈 它实际移动的距离是多少 你要把它算出来 假设我现在来讲设定的是 减速比为2比1 2比1的意思就是 我电机转两圈 实际的机械结构只移动一圈 那么2000就相当于是3200个脉冲 让这一个滑台 带动4杠移动两个毫米 如果你电机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 还是设定为1600个脉冲 那么你电机转一圈旋转移动的距离 就变成了一个毫米 所以你要把这个换算进去 然后下一步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配置我们的 PoC的脉冲输出类型 它有四种类型 单向 两输出 就是脉冲加方向 商向就是两个脉冲输出 A B正交也是两个脉冲和 这一个脉冲输出 单向脉冲输出 那我们通常来讲控制固定电机 选择是脉冲加方向的方式来做的 那么脉冲加方向选择完了以后呢 还有一个极性的选择 所谓的极性呢 就是指这个方向信号 方向信号呢 就正或者负 那么代表的就是 只有1或者0两种状态 1的时候表示正 还是0的时候表示正 就是1的时候是正方向运行 还是设置为0的时候 是正方向运行 那么取决于你的局性 如果局性是选择正局性的 那么意味着当你为1的时候 那么就方向信号输出为1的时候 就是正方向运行 方向信号为0的时候 输出就是负方向运行 那我可以选择正向先4 然后下一步 那么这一个有什么关系呢 选错了有什么关系呢 选错了有关系 就是我们电机的旋转方向可能变了 本来往电机的方向为正方向 可能你显反了 它就变成了往电机的方向为负方向 所以这个后续我们在用运动调节面板调射的时候 可以进行调整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配置一些线位 只要是直接运动 那我们都需要配置线位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四杠滑台上面 它现在呢 有这两个线位 就是我们这一个DEMO上面 它有两个线位 这两个线位来讲的话呢 在左翼两边就是正线位和负线位 中间这个是圆点 那么我们现在呢把电机移动的方向呢 定义为正方向 那么正线位就是靠近电机侧 这一个线位开关 那么这个线位开关呢 揭露到我们的飘息的实际点是多少呢 它是I0.5 揭露的实际的点 I0.5 好我们把这个I0.5呢填上去 填完了以后呢 响应 响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移动的过程中 感应到到了这个线位开关 那么这个轴是立即停止不运行 还是以设定的减速时间 减速停止运行 那既然碰到了线位 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为了做保护的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 立即停止 有效电瓶指的是什么呢 有效电瓶所指的是我们这个感应开关 接的是常开信号的 还是常臂讯号 有些线位开关用常臂 有的时候可能用的是常开 那么如果是用一个常开来讲 感应到了是从0变1 对不对 那么就相当于是上线 就是上升延 如果感应到了以后 它是由接通变为断开 那么就是1变0 那么相当于是下线 所以这个有效电瓶的上线和下线的选择 是根据我们所使用的感应开关的常开 还是常臂信号来的 那我选择上线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常开信号 然后下一步 副线位的配置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以相同的方法配置上去 只要你对应的点没有错 好 眼点也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一批就是表示零脉充 注意零脉充的话呢 要看什么情况下才有 伺服电机 它会有零脉充 布巾电机 没有零脉充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用 那么就不配 如果用了零脉充的 注意它是需要使用高速技术器来进用的 它会占用一个HSC零 那么这个零脉充需要对应揭露到这一个高速技术器上面的点 那没有我就不接 STP停止信号 我也可以不接 如果有停止信号的 比如说打比方 我这里有一个点作为停止 I0.7 按一下I0.7 那么它停止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停 然后也可以说立即停止 有效电频 触发是上线进行停止 然后下面的电频上线一样的道理 然后再下一步 这一个呢 叫触发器输入信号 这个是在体现里面配置的 我们并不用到的时候就不用配 然后下一步 包括使能的输出 启动电机启动器或者放大器 这是针对于伺服的 可以给伺服一个on的信号 那么这一个的话呢 它其实说白了 就是直接把Q0.4接通为on和off的 我们也可以不用去配 为什么不用配呢 因为如果你使能了这个 那么它的输出点你可以看到 它是固定的改不了 就是必须接Q0.4 那么伺服使能的信号来讲 那我可以另外去接点 那我可以后续自己编程 可以自己去编程 把这个点输出导通就可以了 但对于步进来讲 我们这个呢 可以不用配 直接下一步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要配置电机的转速 配置电机的转速的话呢 是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 你要去计算这个电机的最大的速度 到底能够达到多少 通常我们在计算电机 最大的速度的过程中 我们围绕着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个方面 PLC所能发的最大脉冲数 比如说我们现在 PLC所发的最大的脉冲数 是100K赫兹 而我们现在电机转一圈 是需要1600个脉冲 那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如果这个PLC 以最高的脉冲频率书 我的电机能转多少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我们用计算器计算一下 我们来计算一下 100K 100K 这是表示每秒钟 可以发100K的脉冲 这是100K赫兹 那么我们一转呢 是1600个脉冲 62.5转 每秒钟转62.5转 然后呢 乘以60 换成分钟 每分钟 3750转 每分钟 3750转 对于步进电机来讲 这不太现实 所以我们这一个最大速度 并不能选择 以PLC所发的最高脉冲频率来考虑 那么以什么来考虑呢 我们以步进电机的额定转速来考虑 四伏电机可能额定转速3000转 那我们步进电机的额定转速呢 假设它是在600到1000转 600到1000转就不得了了 可能大概就800转左右 或者700转左右 假设我们现在800转每分钟 然后除以60 每秒在13转左右 那么好算一点 比如说我们每秒钟在15转 那每秒钟15转乘以60 就是900转每分钟 差不多 那每秒15转呢 我们可以算一下 每秒15转一转两个毫米 那么就30个毫米每秒 所以我们最大的速度呢 可以设置为30个毫米每秒 然后我们再看电机的启停速度 那么电机的启停速度怎么去设呢 电机的启停速度所设置的 是我们最大速度的5%到15%之间 那么如果是5% 那就是1.5个毫米每秒 那我们可以设定为 比如说两个毫米每秒 5%到10% 10%就是三个毫米 那我们设定为两个毫米每秒的 启停速度 好 然后下一步 这个是点动速度 如果我们有点动的话呢 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点动速度 比如说4个毫米每秒的点动 点动的时间小于0.5毫米的时候 让它指定移动的距离 一个毫米 如果你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们就设 不需要 我们直接下一步 电机的加点速时间 指的是从我们电机的启停速度 加到最大速度的时间 加到最大速度 不是加到硬性速度的时间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那么默认情况下是1秒 我们可以改一下 如果觉得这个加点速时间过长的情况下 我们后续可以再调短 500 因为有时我们用的加点速时间过长 可能在停的时候容易出现过冲 所以我们这个要考虑一下 那我们可以先500毫秒 先做 习停时间 这个我们就不管 因为它是对于单步的运动曲线来说的 反冲补偿是指机械的磨损 当我们的机械磨损了以后 可能在正向运行到反向的过程中 它有一个间隙 就是发了脉冲 其实它是没有动的 就间隙 它要做一些补偿 但是呢 这是要经过测量的 我们新的我们就不管它了 好了 下一步 然后呢 参考点 参考点是什么意思呢 去确定原点 当我们在应用的一个过程中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实现一些绝对定位的功能 那么我必须要有一个原点作为参考点 那么我们就要去启用这个参考点 去配置这个参考点 如果你没有这个原点 不需要使用这一个绝对定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不用去启用这种参考点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把它启用起来 好 下一步 既然使用了参考点 那么它有一个寻找参考点的高速和低速 我们要进行设置 因为在寻找参考点的过程中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前期可能会以一个高速去找 比如说6.0个毫米的高速 去寻找参考点 或者是8.0个毫米的高速 去寻找参考点 然后到达了参考点的时候呢 感应到了这个参考点信号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降速 降多少呢 降到一个低速 慢慢的去靠近原点 那么这个时候 我可以选择一个寻找参考点的低速 然后呢 起始方向 搜索的方向 我们这一个工作台呢 在寻找参考点的时候呢 有可能它会处于我们原点和正方向之间 也可能处于原点和副方向之间 那么你在寻找参考点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起始方向的设置 打个比方你的现在的工作台永远是处于原点跟正方向之间 它不会出现在原点跟副方向之间 那么为了更快速的寻找参考点 我会让它干嘛呢 我会让它往副方向走 就是直接往原点走 如果你设置反了 是得往正方向走 那它必须跑到正向位以后再反回来 所以我们的起始方向可以根据你的实际应用的时候 工作台所处的位置来进行设置 包括停止的方向也是一样 停止在原点的正方向边还是副方向边 然后呢 下一步 下一步是指偏移量 就是到达原点这个位置以后 它的值是零还是多少 如果是零 那你就设置为零 如果你想到达原点停掉以后 这个原点的位置 这个停的位置是一毫米 那么你偏移量就设定为一 然后下一步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选择寻找参考点的方式 它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停在于原点信号的左侧或者右侧 就是边上 一种是停在于原点信号的正中间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RPS就是我们的信号 它信号消失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信号的边上 它是原点 但如果我选择二号模式呢 它是停在这一个信号的正中间 也说感应开关是亮的啊 就是这个原点信号的感应开关是亮的 如果一号模式呢 它原点的感应开关信号是灭的 因为它刚好是在原点信号的下降颜测 那所以这两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根据情况来进行选 假设我现在停在第二种上面 就是原点感应到了以后 原点信号灯是亮的 然后下一步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不用配了 因为这个是针对于西门子自己的器重器来用的 曲线我们也不用去做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要分配一个对应的存储区 给到我们的这一个运动向导里面 去存储它相应的数据 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 这个时候呢 会生成对应的纸程序 那么有些纸程序呢 我们可能用不上 那我们就不让它生成出来 我们勾选掉 我们勾选掉 我们需要保留的是我们自己要的纸程序 假设我现在就要这几个纸程序 我现在只要让它能够运行 我们选两个纸程序出来 其他的纸程序呢 上面有比如说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如果需要手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勾选这个纸程序出来 如果不需要我们也可以勾选掉 然后呢 使用绝对定位相对定位要用的纸程序 使用回延点的纸程序 那么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需要用哪些我们就勾 如果不需要的我们可以不勾选出来 如果你确实不知道的话 你也可以让它全部勾选出来以后 在用的时候不掉用它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 下一个 生成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主态主态好了 主态完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程序呢 下到POC里面去 对它呢 做一个调试 那么怎么调试呢 把程序下载到POC 然后把POC切换到Stone模式下 注意一定是停止模式 点击工具 打开我们的运动控制面板 然后呢 来做一个操作的演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配合我们实际的DEMO上面的四杠滑台来看 我们打开这个运动控制面板以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先用点动的方式来确定一下它的移动 比如说我点点动 我现在点动正 然后大家看一下它是不是往电击方向进行移动 因为我们定义的往电击方向移动 它是一个正方向 那点动正就是往正方向移动 然后我们让它到达感应开关 感应开关来讲 如果到达那么正线尾接通 我们再看一下上面的LMT正 是不是正线尾 如果这个时候LMT正的灯亮了 那就说明是正线尾 如果你在移动的过程中 你发现它亮的灯是LMT-亮了 我本来点动正 但是它的LMT-是信号灯亮了 那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你的方向信号配反了 所以你要重新去改阻态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点动负 OK 这没有问题 可以动 点动负 我们也可以手动的方式去移动 比如说我要6个毫米每秒 去往负方向移动 那这个是6个毫米每秒的速度去移动 移动到哪一个位置 好 这是移动到那个位置 你也可以改回来 你比如说往正方向移动 那么这个是往我们的正方向移动 那我们现在在调试的过程中 大家发现电机也能够正常转 什么都没有问题 说明我们的阻态和接线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可以去测试什么呢 寻找参考点 然后我们自行一下寻找参考点 大家看一下 当前就在寻找参考点 他现在寻找参考点的位置 就是零点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由这个标词上面的位置 就是零点位置 那么这个是我们运动的主态 和运动轴面板的调试 那么在我们这一阶课的学习过程中呢 重点给大家介绍了两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运动向导的主态和配置 运动向导的主态配置呢 里面包含的内容比较多 首先我们要配置 选择的轴是哪一个轴 其次我们要选择测量系统 还有呢 一些输入信号 比如说我们的上线位 下线位 以及原点 它们之间是如何进行主态和配置的 另外还有我们的速度 是如何进行确定的 比如说最大速度 它的确定原则是什么 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在配置的过程中需要配置回原点 如果回原点的时候 它又会涉及到回原点的高速和低速 特别是在配置回原点的方向的选择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选择 这些呢都是我们运动向导配置里面 大家要去掌握的内容 那么当我们的运动向导配置完了以后呢 我们是可以使用运动调节面板 去做一些测试的 它可以测试我们的接线是不是正常 可以测试我们所配置的线位信号是不是正确 所以这两个内容都是我们这节课呢 所学习的一个重点 大家一定要去掌握的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下一节课呢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程序如何进行编写